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协会和33企业交流会 日前组团参加台湾印尼经济合作会议 前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与会并发表演讲 他表示过去台商主要是中国大陆投资 但对岸经济成长快 工资随之上涨 因此台商转型升级转往东南亚 其中越南和印尼最多 在东南亚当中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印尼 因为它土地面积大 人口多 资源相当丰富 当然缺少公共建设 缺少行政效率 只要从这两个地方去解决 我相信它很有潜力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来关注这个地点发展 我国驻印尼代表张良润表示 台商驻印尼做生意就必须了解当地的经商文化 建立信任关系 他并指出台湾战略力为重要 印尼企业可借由台湾前进大陆 另外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日前通过国民党总统初选门槛 渴望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大选 江品宽接受访问时 也向洪秀柱提出竞选建言 台湾经济的问题其实有非经济因素 也有经济的因素 那非经济因素 我是觉得台湾如何避免政党的恶斗 尤其是在国会 所以国会的改革是第一要务 除了改革国会外 江品宽也建议洪秀柱 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和提升政府项率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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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